好 直播最鈴鐺 大隻泰白哥和林歪還有人他還在 還是等你當我肉酸不好看也好 這個靚波王聽了電話 23990812做了20年的靚波王 就做到下一月十五個不做了 真的被人撞 衝門撞到這樣 還沒好 還沒好 OK了 他不是 心頭痕 他審門原來的記協盃拿判軍 撞到胸 撞到 OK 林歪王電話 這個就是我們的Patreon Patreon就是我們每個月的營運開支 都是靠這個 大家看廣告 按讚留言分享 令到我們有些資金可以運作 希望大家如果有信用卡可以送這個QR局 我們也不在那裡欺負 我們是用我們的知識 用我們的分析 他要求大家支持我們的運作 不清楚看網絡文化就可以出少一些聲音的 我奉勸有些人 或者是其實他刻意 刻意來攻擊我們 走過利益賺刀 他一定是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現在放個QR Code出來 有什麼問題 你又不會說陶傑有問題 你又不會說劉世良有問題 你又不會說蕭先生有問題 每個都是這樣的 只不過他們是長期在角落那裡 你覺得不凸壓 我們暫時做不到這個Effect 對不起 那我們也不是賣我們怎樣包裝 包裝比較差一些 我們不是需要最佳外觀獎的 要不要做三個人穿同樣制服 要不要在後面要怎樣要怎樣 不是不是 要穿西裝的理論上 是吧 你要打開穿西裝 是 那這個理論是他的理論 不是我們理論 不是我們理論 那我要說 我的電話就是98627332 那都多謝一些有用PayMe 轉數快 或者用戶口每個月固定入錢 都是一個支持我們運作的一個方法 這樣 基本上 訂閱啦 還有訂閱最重要的 記得 長期訂閱是不用錢的 各位 不要經常說我們有講錢 長期訂閱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可以支持我們 那一直在升的 每一集都是升十多二十個 不多 不過不要緊 慢慢升上去 是不是 我們好像現在港股一樣 港股現在從上萬七點了 是不是 我上一集做完之後 是沒有增加過訂閱數 那我都希望大家 有增加過一個的 我見到 日圍那麼多的 現在又跌了 我沒事了 我沒說過話了 基本上 就是因為你經常都忘記說 那就沒有了 那我希望大家記得訂閱 訂閱是最直接 令到我們壯大了 有時候你會發覺有些 我在這裡講 無論怎麼樣 他出一條片 出街可以有很多人收看 就是正如他一早訂人多 YouTube肯定多點出去 那他看的人就自然就很現實的 那我們慢慢踏石 現在這個時勢是比較難的 就是你換著在幾年前呢 就每個做都立即發聲的啦 那現在這個時勢就真是 唯有就先捱住了 大家 所以繼續支持我們的人 我們都很感謝 繼續在聽的時候 還有最近我也要看到 比如說阿傑斯 自己的身體不好啦 過隊之後有激活 你要看心理醫生 這樣保重啦 像這個節目這樣說 另外阿森哥又說 心靜很快暫停啦 因為都要調節一下自己 累的 是啊 很累的 那其實作為在外國 所以大家都會想到 看到一樣東西 作為外國 在外面的都未必是 很身心舒泰啊 所有東西 是嗎? 但是有些又吃到 那有些 肚滿腸肥的 有些另一樣東西啦 有些你看到 從瘦瘦過去 然後肥熱 肥熱 肥熱到怎樣 這件事情 我可以說 那你可以說我的 我出來和現在 我爭了一些啦 但是我不同 我們明白在裡面呢 不放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我都覺得 就是大家如果可以支持留在這裡 香港繼續再貼地 最看到真實情況的人 那你支持不支持 我不是欺負你 我只是說給你聽 就是你自己去想一下 就好像上一集 你說的 我看你都說出來 好像那本影集 陳喬叔的影集 明白的就是明白的 不明白的 我們說什麼都沒有用的 因為如果你把一個人或者一個頻道 變成了宗教這樣去 追捧 追捧呢 其實我們改變不了的 我明白的 因為你不可以否定自己 我當時覺得他是 難道我否定我自己嗎 但是事實上有時就是說 我有時我會比較平得 努力一點的 因為我認識過那個人嘛 有時都很難接受 在笑傲江湖裡面 令狐聰很難接受他師父原來是這個人 他老婆更加難接受 令中則最後要自殺而死 我竟然嫁了一個卑鄙小人 魏君子 最好就是兩夫妻都是卑鄙小人 我說什麼就明白了 所以令狐聰也很難接受的 師父就是這樣 傑君子 唯有笑傲江湖 唯有笑傲江湖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他有沒有收益 一毫子都沒有 而你說是他的意願幫他出書 好啊 那出完書之後理論上 是要分一些收益給他 你竟然就是 還沒說就是 其實他以前出過的那本 和你現在出的那本 其實很大程度 很多東西是一樣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有最佳包裝 你用到版權 用到什麼什麼 你有自己的 但是你都是略過一切 如果作為一個這麼能源善變的人 應該最後有一個好的解釋 沒有 所以我會覺得是 今天留在做香港的人 多些批判思考 真的的 真的多些批判思考 不要一出來就說 要買 我要買多少本 什麼什麼什麼的去做 就是今天也都這麼說 當日不是我們說 就是Tommy 你喜歡不喜歡他也好 當日他搞這麼多演唱會上 live 結果都不行 大家覺得他 哎 不是啊 哪有簿啊 什麼什麼的 結果網上 而今天看到記協 都是搞同一樣類似的 所謂演唱會上的東西 你星哥還說練了歌 想練歌 又是不可發力因素 哦 七顆聲音出來了 你承認了嘛 是不是 你搞到我youtube停團了 不過我告訴你 我也沒辦法做 其實我跟心哥一樣 哎 刪了嗎 那麼快刪的 你 七頭皮 就是 留在這裏 說多一次啊 你承認了嘛 那你就等收錄 那些是完全那些 裝修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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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出來說 是否是他也不知道 我也是那句 就是說 大家可以在這個時間剩下來的時候 平常心去看一些東西呢 還有要有批判思考 所有的東西 就等於這麼快 好像 有人就說你又提Tommy 你剛剛才說批判思考 不過他這個人很矛盾 不是 我的批判思考就是說 不是說Tommy適合還是錯 而當然我們認識的 我們背後還知道很多其他 他有沒有或者你們說人血饅頭的東西 我不方便 不過你說你越不越黑的 你講的東西 但是我講呢 但是我講就是說 他搞過一個演唱會 結果都是要妄想 你吵架他 說他搞的 不止一次 不止一次 那麼今天記協同樣 都是面對這些不太難說 我們不要難說 不是 拉人家 正常就不會 但是等於也會等於說 我們搞這麼多次活動 沒有人搞我們 但是你不要說我們是鬼 我們搞一些正常的罪 那不同 記協是剩下的香港的 你要記住 一個所謂債工 你又不要經常說 那些不誤奸的給我 太過了 真的讓你不信 人家的籌款 你知不知道政府很忌 一講到你的組織不喜歡 叫你籌款 你嘗試打他 他旗號 現在他中仇 看你有什麼後果 首先就是中了兩件事 不要以為一定沒事 記協本身 是不是 政府也是眼中釘 你已經看了 然後你還要籌錢 是不是 又要牽涉到資金往來 是不是 他不用國安法搞你 也算多少 真的有事 我們反而不怕 我們這些散兵游泳 不是一個組織 我覺得今時今日 我都是講一句 就是大家 去支持一個人 或者想做的時候 或者什麼的 就不要第一時間 你不支持他 就不支持他 不用把那麼多話出來說 等於昨天你給我一張照片 一個麵包師傅 給人這樣去折 說他是 為什麼你支持陳佩霖 那叫什麼 又出來說話 陳佩霖 和我BANG救了他 刪了他的留言 刪了他的 在哪裡 他自己刪了 不如我BANG了他用 暫停 第一立場都被人試過說 就是一張照片 立場就是繁雲 你沒有什麼 是吧 雖然某程度 他有一些立場是很接近的 當然他們有時候一張照片 我們都吵了 我都 就是某些原則 很接近 因為這個是他們 用他的角度去想 就是阿太那時候 專業新聞 和我們這些 我們出來為什麼鏡頭放下 是一回事 但記協他這件事 是被人不可抗力因素 然後那個音樂會要取消 如果這樣 我們都不出來說 不發聲 那你是不是包庇共產黨 你是不是對共產黨的惡行 視而不見 是不是 就是瘋狂的 他也瘋狂的 難道那些人做壞事 就是19年那些人被人打穿 打穿頭 不對的 是不是不可以 如果被人打穿頭 泛民支持者 是不是不可以幫他出來 他身邊 其實泛民被人打死 他也不會可憐 這條狂樣是 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是死熱狗 還是什麼狂的 這些東西 是應該要分成很清楚 如果 對不對 沒有人性 總之泛民罪該萬死 萬箭穿心 被人凌遲處死 泛民的壞事 就是吊實的壞事 當然有些人是受害者 我們就以為受害者呼冤 是很簡單的道理 如果這樣也分不清楚的話 我們就去把不能開放 就是很多人 可能是 ANO 都很難過出的 會不會有些人 只是開始操心 會不會讓人後悔 感谢观看